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十一 往糯米粉里面打入四个鸡蛋 出锅没想到这么好吃 不蒸,不煮,不油炸 吃起来酥脆柔软,香甜,软糯 好吃又有营养 上桌家人都非常喜欢吃 做法很简单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碗花生米,倒入碗中 加入清水 把花生米清洗清洗,洗去上面的灰尘 再捞出来,装入漏盘中控水 跟着准备150克糯米粉,倒入碗中 加入50克普通面粉 加一勺白糖 搅拌均匀 再打入四个鸡蛋 加一勺白醋 加一勺白醋去腥 搅拌均匀 这里就不需要加水了 要是觉得太干的情况下呢 可以打入一个鸡蛋 太稀就加点糯米粉 给它搅拌均匀 给它搅拌成棉絮状 下手揉成面团 多揉一会儿,把面团揉光滑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放一旁备用 接着把花生米倒入锅中 开小火慢慢地翻炒 把花生米的水汽给它炒干 再继续不停地翻炒 把花生米炒熟炒至酥脆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帮忙抓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不知道酥脆不酥脆的 可以尝一颗看看 然后给它装入盘中 放凉 不烫手的时候呢 就把花生皮给它搓下来 再用漏勺固滤出花生皮 给它倒入绞肉筋里面 再加入20克左右的黑芝麻 搅拌均匀 给它们打碎 打碎之后呢 倒入碗中 加一勺白糖 搅拌均匀 使所有的食材充分地混合在一起 然后加60克的羊葵蜜 没有的可以直接加蜂蜜 继续搅拌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取一撮糯米粉面团 给它捏一捏 把它捏成团 再整理成一个窝窝 打入多一点的馅料 给它包起来 封口处捏紧实一点 再给它团一下 按成一个小饼的形状 像这样就可以了 依次把其他的全部做好 全部做好之后 电饼趁预热 倒入一勺油 用刷子均匀地刷开 再把小饼一个一个地放进去 表面也刷上一层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 上下火烙三分钟 把饼烙至微黄 给它翻一个面 继续烙三分钟 把饼烙至金黄熟透 全程大约五六分钟左右的时间 中途给它多翻几次面 看看每一个都金黄金黄的 用铲子按压 还可以立即回弹 这种状态就说明已经熟透了 盛出来 装入盘中 非常好吃的糯米花生馅饼 就做好了 吃起来 外皮酥脆软糯 里面的馅料香甜 羊葵花的味道 伴随着花生 黑芝麻的香味 真的是特别的香 非常的好吃 吃着相当的满足 这里不喜欢烙饼吃的 还可以用来蘸着吃 或者是油炸着吃 不管哪种做法 吃着都非常的不错哦 好了 今天的美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美食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 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